上課理論上我大概盡可能回去就把它轉檔 上個禮拜總共有六段影片 這六段影片分別就是說 我們透過之前的範例就是法表 把它改成三字經 就是法表跟三字經有個共通點 就是說資料 因為在以色列裡面都有表格 所以如果你要拿它在以色列裡面運用的時候的話 那切記第一個一定要把它變表格 如果它不是表格你就把它變表格 這樣才有辦法用 不然的話以色列裡面你要拿以色列的功能來做一些 比如統計分析 或者是資料查詢 那就會有問題 所以 比較麻煩的一點 在以色列的架構就表格 這個是沒辦法避免 那怎麼辦呢 第一個你就把它變表格 那表格我們上個禮拜就是拿三字經的全文來練習 所以上個禮拜有個範例就是把那個三字經 怎麼樣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當然有很多種方式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三字經切割成八個範位的話 比如說 人之初第一範 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 一直往後 然後總共的話 就可以跑個八範 那讓它可以 自動幫我排列的話 那這件事該怎麼做 但第一個 我需要先取得全文 全文有之後的話 那我再分別 三個字 取一個 三個字取一個 然後分別把它放在以色列裡面的表格 這件事情可能就上禮拜比較重要的部分 方法的話當然 第一個我們可能會用到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包含就是說 剛才我第一個先有把三字經先放在 這個以色列裡面的某一個儲存格 但是全文 那如果你要拆解的話 可能想到的 就是用 一個函數 叫MID MID MID的話 就是說 它可以切割 這三字經裡面第幾個字開始 取幾個字 你只要把這個規則找出來的話 然後丟給MID 它就幫你做切割 所以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練習八範 四範一範 那另外當然你除了MID 之外 其實還可以配合一個Column Column 跟Raw 列 函數 然後取得你現在所在的 哪一欄 哪一列 然後組合出一個公式 也可以取得三字經的 適當位置 那最後當然我們有寫個VBA 不過VBA應該是難度最高的 所以如果之前呢 假設VBA的基礎比較薄弱同學 可能還是要把那個VBA部分 自己再稍微複習一下 因為這部分 還是要看每個同學 的一個 學習情況 所以上個禮拜的影片都在這邊 所以最後一個 可能 可以再多花時間了解一下 然後還有這個 Column跟Raw 我發現有些東西 這函數也比較弱一點點 那你說 你將來要怎麼樣把它學好 其實不外乎就是把裡面的函數 就是 了解 了解之外 還要熟練 也就是說 將來遇到一個問題 你要 不一定要很熟 也不要很熟 不一定要很熟 但至少你不能卡很久 還有同學可能卡很久 還想不出來 住半天還是不行 那這樣 不等於你會 所以 這工具其實太普遍了 因為目前 我上次看一個統計資料 在台灣的Office 市占率 微軟的 現在我們用的Office Excel的話 市占率95% 也就基本上 95%的企業都用Excel 試算標 所以 理論上你到 以後 在外面公司上班 或者是說 你一般使用Excel應該免不了 而且這工具其實 算是 蠻好用的 而且 穩定性其實還蠻高的 好那今天的話也許把上禮拜 把它稍微延伸 如果說今天我想要找 這個長橫哥好 OK 長橫哥其實 反正都是七個字 七個字 但是 他的篇幅非常的 龐盪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想要做一個事情 我希望找長橫哥 問題來了 第一件事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我希望把這些 等於是說 現在 我是在Google 輸入那個長橫哥 應該在底下 第1、第2、第3、第4 第4這邊好像有一個原文 然後我們網路上哪一個比較好 你可以再找找看 如果更好的版本的話 你可以找 然後我大概找第4個 這個也是無言文 OK 那至於長橫哥裡面內容是什麼 這我想你有興趣同學自己再看一下那個 這個維基百科裡面的記錄 當然 描寫 這個唐玄宗 跟楊貴妃的相關故事 當然應該大家 甚至以前應該有背過吧 七早上學校老師叫我們背這個長橫哥 真的是背得很痛苦 OK 那 假設今天我需要 做一件事 我希望把這個長橫哥 比如說找其中一個好了 比如說中華 古詩 古詩文的這個 這個 古書 集網 假設這裡面的這個 資料 我希望可以把它取得之後 然後呢 並且可以把這個資料 怎麼樣 把它轉換到Excel 然後並且怎麼樣 可以 變成表格 因為目前它不是表格 但是以後取這個資料 當然未來其實你也可以再配合所謂的那個網路 爬蟲 爬蟲就是直接把網頁知道爬回去 直接就取得你要的資料 自己就幫你 切割完畢就好了 但是呢 假設啦以後如果你沒有這個 能力的話 那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是建議啦 其實你在搭配那個 要把它變表格的話 其實除了說可以用Excel直接轉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你可以搭配WORD 也就是你可以在WORD只要能夠轉換成表格 你再把它貼到Excel就不是問題了 然後要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啦 你可以這樣 Ctrl C 把你需要的資料 把長頓歌全文 複製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切到那個 這個WORD裡面 可以把它先貼上 我們其實先第一步啦 可以拿WORD來處理 空白的文件 那WORD裡面的話如果你要貼上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這邊有個貼上選項 我是建議你不要直接貼 因為你直接貼的話 它裡面的一些相關圖啊 把一些格式都會過來 所以我建議你用這個 就是貼上這邊有個A有沒有 A的話其實就是意思就是 只保留文字 其他的那些格式啦 圖啦 那就通通就把它刪掉了 OK那把它貼上 貼上在這邊做處理 OK會比較 好第一步好了我們先貼 貼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當然第一步你可能要先做前置的處理 比如說什麼呢 最好先把它做一個有規則性的 你會發現它有些地方 它沒有換行 有些地方有換行 所以乾脆這樣啦 我們一律 不要讓它換行 全部接在一起好了 那你會發現它為什麼會接在一起 其實它後面這邊有一個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叫段落 叫段落符號 段落標記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把它全部 通通刪掉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它取代掉 所以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但是將來這個標點符號 像竹點句點 可能也不能 如果你要變表格的話 可能這個句點竹點 可能要把它拿掉 另外還有這個 刮壺裡面 有放一些註解 這個也不能 不能留下來 所以這個可能要把它 把它拿掉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快速的把這資料 變成兩欄式的表格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 試試看吧 那 或者甚至最後 可以把它乾脆變一欄算了 7個字 放一個 儲存格 7個字放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有什麼用途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 資料的 檢索或查詢的話 Excel就可以辦得到 比如說你可以下個關鍵字 你希望找到什麼 找到你要的資料 在哪裡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就可以利用Excel來做查詢系統 那至於怎麼做 請各位還是先把它變表格吧 所以 畫面先還給各位 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把它快速的變表格 上個星期稍微複習一下 第一個當然我們就是先把 三字經本來有痘點 有句點 然後也要不要把它先拿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 就直接拿這個資料做切割 如果中間有痘點有句點的話 它會算是 這裡面的文字 四字之一啦 這樣你切出來就不對了 除非說你 假設每一個 每個後面都有標點符號的話 那你就算四個字好了 如果三字經就變成 人之初痘點 性本善痘點 那你也可以算四個字 只是說 那個規則改變的話 那你可能自己 再調整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要模仿 上個禮拜的這個 比如說我們上禮拜是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 八個欄位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是先把 三字經 先放在一個工作表 放在它的A1 理論上就把它拉寬一點點 然後 這邊做跨欄置中 然後讓它可以 靠上跟靠左對齊 它就資料放這邊 等於是說 這個工作表是放資料的 那這個工作表就是讓它可以做 排列的 那排列的話基本上上面是編號 總共有8個欄位 那這邊總共有 Ctrl向下 總共有 其實不用到100多 等於是說我們大概讓它 如果假設是 8欄的話大概就跑到47 48 這個列的地方就停下來了 那如果說我們後來好像就換成Color跟Raw就不用了 Color跟Raw的話其實完全就不需要編號 好處就是 直接就可以把結果給顯示出來 這個我們也存到檔 這個是4個欄位 一樣是用Mid 但是結合Color跟Raw 這上禮拜有講 所以細節也許你們自己 假設 可以自己回去複習一下 那還有單欄 也是用Raw就可以了 不用到Color 因為 這邊只會有一欄 那VPA的話呢實際上 我上禮拜VPA也一樣 總共有幾種 一個是8欄 一個是清除 變4欄 然後再來變1欄 OK 所以這個當然 裡面其實 層次也不多啦 層次大概就是跑兩個回圈 這個是列回圈 這個是藍回圈 然後把它需要的規則分別 把它 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這細節我想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三段層次 其實最主要 這個字太小了 我把字放在工具選項 這個撰寫風格把它改12號字好了 那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這邊 這個回圈都一樣 差別只有乘以多少 乘以如果是8欄就乘以4 4欄就乘以12 一欄的話就乘以3 那這個剛好就是說 你橫向一列 有幾個字 比如8 這個為什麼會有4 因為 總共一個儲存格有3個字 然後8個欄位剛好乘以8 那這個是為什麼12 因為它一樣三個字 只有4欄 那這個為什麼乘以3 因為三個字 一欄就乘以1 所以後面其實是決定 它應該輸出幾個 幾個字的意思 OK 那至於 細節 這個我想 我在 雲端上面 其實也都有放 你們其實可以 拿來參考 至少就是說如果你 假設會需要花時間 你可能在思考 我再想一下 怎麼樣讓可以 把資料呢 讓它可以 在那個Excel裡面 就很 根據我們的需求 去自動去排列 這件事情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 要根據長橫哥來做 長橫哥當然第一個 所以如果根據 跟上個禮拜一樣的 你可以拿上個禮拜 來改 那第一件事情 你就把網路上的資料 拿下來之後 留下需要的 那哪些是需要的 其實就是7個字 那逗點跟據點都不要 那還有哪一些不要 還有像這個刮斧這個也不要 有沒有 這個是它的註解 然後這個換行也不要 所以我建議你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 變成 第一個step 就是類似像 那你甚至可以拿 上個禮拜這個來改 比如這邊 我想要把它直接貼到這邊來 然後 把這個檔案令存新檔 直接叫長橫哥好了 那你可以 直接就是 在握著先貼上 然後先把刮斧的東西 先刪除 像這個刮斧 其實刮斧比較麻煩 其他都可以用取代的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先把刮斧的東西先刪掉 所以它好像有一個兩個 兩個刮斧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就把 這個換行拿掉 然後這個 痘點也拿掉 這個據點也拿掉 但是以前你要做 這些事情的話 其實蠻花時間的 為什麼因為你可能要 一個一個把它刪掉了 比如delete 不用了 其實我教各位 如果將來呢 在握著裡面 如果它有同樣的東西 你可以用一個 蠻簡單的功能 就是取代 取代應該是常用 這邊有個叫取代 應該各位有用過 那我建議 這個取代還蠻常用到的 它的快速鍵叫 Ctrl-H 所以 建議就是你可以 記一下Ctrl-H 好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痘點拿掉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 痘點有沒有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呢 下面這個地方 取代為什麼呢 你就不要 就把它讓它保持空白 意思就是幫我刪掉所有的 痘點 的意思 所以全部取代看一下 痘點是不是全部拿掉 全部拿掉 剛好60B 所以等於是60個痘點 第二個的話 再把什麼 再把句點 這個句點 Ctrl-C 然後直接貼到這邊來 把它取代掉 Ctrl-V 全部取代 有了 也是60 所以 基本上它就是 兩欄 然後中間加痘點 最後的話 還有什麼地方拿掉 後面這個換行 那換行的話呢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換行 它不是一個字 它是一個特殊的字 一個符號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讓它可以換行取代掉的話 你可以記握的裡面有個這個地方取代底下有個更多 那更多裡面呢 其實就會提供給你像什麼要取代格式 這好像不是格式 這應該是特殊吧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特殊裡面 它就藏了一些東西 這個地方還蠻好用的 對於你將來要取代一些 它不是字 它是 一些 Word裡面的版面配置的東西 像比如說 這個是 一個換行 那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 在Word裡面就叫做段落標記 OK 所以你只要找到段落標記 然後點段落標記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也可以把它記下來 段落標記實際上就是這個 一個向上符號 然後加一個P 這個其實 就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我今天把它取代 整沒有 那是不是全部都沒有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所以有些東西 我是建議前日作為你 假設 你要把它變成 你想要的那個 以前要用的東西 你可以在Word裡面先做過 OK好了 那把它全部取代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換行全部 通通不見了 按確定看一下 這樣關閉看有沒有多餘的東西 沒有了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我剛剛 就是 第一個 先把刮鬍後面的東西刪除 手動 第二個的話 取代先取代斗點 取代據點 再取代 最後一個 Ctrl H Ctrl H 就取代這個 這個叫做 那個段落標記 如果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就是一個向上符號 那加一個P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啦 OK 這個換行 好 那全部取代 那這樣完成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 整個 全選 全選就Ctrl A 然後C C就複製 然後就一樣把它放在哪裡 上個禮拜 也許 乾脆拿上個禮拜這個當 當成一個修改的範例好了 所以你就把上個禮拜這個 三字清 的 A1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有做了很多練習吧 你就把這個 貼過來就可以了 把它換過 然後現在變長橫哥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另存新檔 這個檔案的話也許你就把它 取名叫長橫哥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啦 我是建議如果將來我們要練習VBA的話 你可以直接存檔類型 直接就存成啟用巨齊的活躍部 因為如果你假設 活躍部他沒辦法寫程式 沒辦法寫VBA 所以你乾脆啟用巨齊的活躍部 按存檔 這樣的話呢 就 完成第一步 我們需要的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我希望他變兩藍 兩藍 那兩藍這個地方 你如果用上個星期的這個概念 我們就不需要這些了 這個把它拿掉 然後假設是這樣的 那兩個藍位的話呢 藍寬也許就是 讓他寬一點點 七個字大概這樣子 比如我今天 希望這一句 先放七個字 再放第二句 第三第四第五第一字類推 那方法當然 這個就把它改一下 這個就是改成 兩藍 那再來改一藍 兩藍跟一藍 OK等一下我們可能會需要 這兩個 然後 一樣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Column跟Raw 做做看 反正兩個方法 這個 這個 四藍就不用了 如果你要做其他列寫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做VBA VBA一樣如果輸出兩藍 還有一藍 那該怎麼做 所以這邊改一下 這邊叫長恨哥 所以 今天的話呢 我們也許就是 把上個星期再複習一下 然後 用類似的方法 把它先做出來 這個 OK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太長了 太長了 幅 心 感谢观看